爽脆可口的芭蕾还有枝多酸甜的凤梨是不少人喜欢的水果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为了要兼顾口感跟甜度 芭乐农每个月都要修剪果树 而这些被修剪下来的枝叶数量非常的惊人 光是在彰化县社头厢,每年就有超过100吨的废弃枝叶 要如何处理这些枝叶,成为果农们很头痛的问题 不过现在工研院研发出一种低温萃取技术 让芭乐叶摇身一变,成为了洗衣精 而另外,凤梨叶取出的纤维也能够做成毛巾 还有覆盖农地的地膜 但您看,这是怎么做到的 班石柳因为整年都在修剪 我们一年剪下来的量是非常惊人的 这些看似用不到的芭乐叶全部成为了农业废弃物 它们最重的去向是烧掉、埋掉 还是可以华丽转生 一颗颗套袋的芭乐被摘下来 77年次的削饼汉仔细寻食果园 将熟度刚好的珍珠芭乐从树上采下 翠绿色泽的珍珠芭乐圆朔饱满 刀锋下,芭乐被切成一小片一小片 伴随清澈的响声 从视觉与听觉刺激味觉 戴着眼镜熟练的采收树上的芭乐 芭乐农萧炳汉 2011年接手祖父母的果园 当时24岁,刚退伍 以为接手爷爷奶奶的果园 可以轻松工作 没想到这一路上 却是跌跌撞撞 我一开始想说 爷爷奶奶种了十几年了 问她说芭乐要怎么照顾 肥要怎么下 然后奶奶竟然跟我说 不知道人家说什么好就下什么 我那时候听到有点傻眼 然后最后我就 搭着萧炳汉的小货车 聊起以前的经验 感受得出许多无奈 因为爷爷奶奶抽象的经验 没化作实际的SOP 萧炳汉靠自己摸索 曾一年收入30万元 换算月薪2万多 收入与劳力不成正比 让她灰心 那个时候就想说 要不行要改变这个状况 就去改良场上课 然后去识 去读书去念书 然后改良场上完课之后 就比较知道怎么栽培管理 萧炳汉的果园 味在彰化县舍头香 而舍头香也是巴勒的故乡 因为靠近八卦山 温暖潮湿的环境相当适合巴勒生长 1971年农民首度引进泰国巴勒 种植面积层到350公顷 想要种出品质好的巴勒 修剪果树势必要程序 透过修剪重新长枝条 那就会开花 所以我们要透过修剪 才会有后面的巴勒 所以我们不得不修剪 那也要透过修剪 维持它的通风 它的病虫害才不会那么多 所以修剪是采收必要的一环 这种小修剪大概要一个月以后 只不过频繁的修剪果树 衍生的就是废弃枝叶的处理问题 根据统计 光是社头乡一年就有100吨的巴勒枝叶 被农民从树上剪下 这些废弃的枝叶 被称作农废或农业副产物 由于数量庞大 以往农民处理的方式 除了堆在树下当肥料 大部分会焚烧 因为这个叶子 它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绿肥 这个绿肥可能要去 这个变成是肥料 可能至少要6到8个月以上 所以这个会变成是它占地面积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通常农民都是直接用粉烧的 把100吨的这些枝叶拿去烧掉 起码就会有75吨以上的碳排放掉出来 不能烧就粉碎 这辆绿色机器是碎木机 将芭乐枝叶放进去 老人的枝叶瞬间变小 体积缩成原来的十分之一 除了解决农民堆放的问题 也不用担心焚烧造成空气污染 调那些把它碎成之后 回归我们的那个树底下去做肥料 就用分解菌方式让我们铺设 那也不用用焚烧的方式 对我们的地球敬一分心力 除了农机具可以解决农业废弃物 在净零碳牌的观念下 公园院也研发农费的新价值 希望达到零碳农业愿景 我们这个公园院才华所的 国家级的一个 来到公园院低温萃取实验室 无城环境里正在进行芭乐叶萃取工作 这是料园的部分 那这个料园呢 这个就是芭乐的叶子 那芭乐叶子呢 当然里面最重要就是去萃取它的 最多的一个多酚 那就是很多的一个氨基酸 包含了柔花酸跟这个很多的氨基酸 那就是抗氧化最成分最高的 就是这个芭乐叶里面的成分 很多人喜欢吃芭乐 但可能不知道 芭乐叶不含高抗氧化成分 其中的柔花酸与墨石子酸 可以去除衣服上残留的酸臭味 因此萃取出来 做成洗衣精 像是什么汗米啊 汗液干掉的那个酸臭味 都是因为油脂 人体分泌出来的油脂被氧化 接触到空气氧化 所以它是可以抑制这个氧化 所以又为什么会用在洗衣精里 就是我们衣服一定会接触到这些油脂 那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天然的 除味的一个地方 只不过要萃取出抗氧化成分 工程可不小 将芭乐叶粉末倒进萃取机 用40度的低温 以每分钟134的转速与酒精搅拌 两小时就完成萃取 赤管里的褐色液体 就是被萃取出来的抗氧化成分 也被称为芭乐多酚 除了低温萃取技术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将芭乐叶变成粉末 工研院耗时三年才研发出天然酵素 芭乐叶它里面很多就是一个纤维素 它是很长的一个纤维素 那我透过这个酵素就把这个纤维素的电段给它水解 因为我的这个多酚的成分是非常小的小分子物 我小分子物我一定要把它变成一个很多的链段 那我才很容易呢 把这个小分子物从里面给萃取出来 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来到有凤梨故乡美名的嘉义县明雄乡 凤梨种植面积多达900公顷 尤其陈措辽这一带 是海拔100多公尺的丘陵地 红土微酸的地质加上排水信号 适合凤梨生长 而这里也研发很多凤梨品种 像芒果凤梨 甜蜜蜜凤梨 然后还有一些甘蔗凤梨 都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 那我们自己 但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农场还有一些我们自己有做 我们自己有在做育种 那一些像外面没有的 玉兰花凤梨 樱桃凤梨 水蜜桃凤梨 百香果凤梨 琉璃凤梨 那个都是我们自己 我们农场我们自己的特色 所以以台湾的产区 凤梨的产区来讲 我们这个地方算是品种 品种非常的多样 非常的丰富 跟芭勒一样 农民采收的是果实 留下的叶子与根茎 都是废弃不用的 广石林熊乡 每年就会有四百顿凤梨肺叶 农民普遍的做法是在整地时 让怪手打入田里做肥料 因为灵探观念垂进农业 与其将凤梨肺叶打入田里 不如发挥它的功效 凤梨液经由取芊器把叶肉去除 就可以获得凤梨纤维丝 加工后还可以做成棉花与沙线 做成运动毛巾 做成布料 做成衣料的原料 那另外呢 我们也把它做成奈米纤维素 奈米纤维素可以做成保湿 很好的面膜材料 除了身上穿的 脸上敷的 还能做成书写用的宣纸 食用的吸管、碗筷 也可以3D列印成灯式火杯垫 而纤维取胜的叶子 晒干后磨成粉 也能做成农用地磨 以往农民为了让土壤保温又保湿 还要避免杂草丛生 会使用地磨覆盖田棋 常见于草莓圆与凤梨田 然而一般所使用的塑胶地磨 不易回收 且会产生代药性 与其他毒素污染土地 有了凤梨叶制成的地磨 相对环保 凤梨地磨放了一年 用手一捏就碎 是可分解的环保证明 优点基本上是可以解决 土地的环保问题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它的生产的制成 在成本上面会比较高 跟传统的塑胶产业 它的成本很低廉 这样的比较 我们将来要在能够大量量产之后 取得最好的配方 能够让它的成本下降 那这样子才能够办法 为农民提供更好的福利 看中凤梨的载利用率高 夏苍旗自掏腰包 还曾背负一百万贷款 研发凤梨的副产品 经五年不断的尝试 取千金的转速也是一改再改 最后才成功 那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研究成果 能够提供给它 让農民收益能够提升一点 一定要啦 一定要啦 不然这个一公斤做成纤维 一公斤卖到四千块 坊间的售价是天价 除此之外 可以从凤梨根莖叶里 提炼出凤梨酵素 有升级业者 研发成医院管制用的烫伤药 和洗面乳 不过这些用品 多半是直接涂抹在人体皮肤上 回收来的废弃根莖叶 农药残留不能超标 必须要符合欧盟制定的 优良农业操作与采集规范 因为它是深度的烧烫伤 事实上是它要做到 跟注射等级同等级的药 因为开放性的伤口 孵上去以后 它马上进到血蜜蜜 所以它的要求非常高 就好比说它喷厚我们 农药要管制 用规定准许使用的农药 要管制它的浓度 农业废弃物是环境问题 不单单只有芭乐与凤梨 像是蔬菜稻米采收后 留下的废弃物 该怎么利用 是未来产学合作的焦点 透过它这些与生俱来 在这些植物里面 最关键的这些成分 透过一个低温萃取的方式 把它给提炼出来 未来我们还会衍生出很多 针对台湾非常有特色的 这些农业副产物 去进行更深入的一些研究 农业是台湾重要的产业之一 只不过经农民采收后 留在田地上的根金叶 这些被称作农业废弃物的副产品 其实还有很多可能性 透过科技变成商品 除了增加农民收入 更能落实减碳的环保生活